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 你应该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中国的中国狼马峰 海拔8844.43米 可你知道世界第一大峡谷是在哪里吗 你或许会认为是美国克罗拉多大峡谷和密鲁克尔卡大峡谷 不答案也是中国 世界第一大峡谷 雅鲁藏谷大峡谷位于世界屋西青藏格文之上 平均海拔已超过3000米 雅鲁藏谷大峡谷全长504.6公里 最深的深度可达609米 而克罗拉多大峡谷全长446公里 最深处1800米 平均深度超过1500米 位居世界第二 起先人并不知道雅鲁藏谷大峡谷 于是1991和1993年 中国对雅鲁藏谷大峡谷进行实地考察 后来中国学家们对大峡谷进行探索 用这一的认定 雅鲁藏谷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 而雅鲁藏谷大峡谷 也许上生物多样最丰富的峡谷 这里绿质遍地 每至三四月 万山遍野的昙花真心动放 春风也要沉醉不如归路 并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其生物多样性 对科学家视为 大概地球历史这么的速控 在这里的丰富生物资源 即可作为科学研究 每可欣赏到得天独厚的风景 雅鲁藏谷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和密鲁科尔卡大峡谷不同 雅鲁藏谷大峡谷 只被多种多样 几乎覆盖了整个峡谷 峡谷内不仅富有多种植物 包括一些已冰淋面式的植物 例如孔豆山的植物 还拥有一些珍贵的动物 且谷内水自然丰富 这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和密鲁科尔卡大峡谷 这种只被吸血 且给人一种荒凉感觉的大峡谷 所不能彼得 来一下我们将大峡谷 雄伟壮观 协费丰富的生命经验 去中国植规宝